一吃你就絕對知道它就是基隆山藥 因為吃下去的時候 就絕對發現全部都是人生味 山藥大餐就是一道山藥 然後一道湯 還有這是我自己做的山藥湯丸 當然要我自己做的山藥開始吃 看起來是真的非常高級 哇一吃你就絕對知道它就是基隆山藥 因為吃下去的時候 就絕對發現全部都是人生味 是不是很奇怪 為什麼山藥會有人生味呢 就是因為它裡面有一種營養 它就叫做山藥造甘 這種山藥造甘其實對身體都挺好的 尤其是因為有這種營養 所以它是全部山藥裡面 第二高營養價值 吃完之後你就會覺得自己好像精神很好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人生味道的話 可能會覺得 這種山藥為什麼這麼特別 但是它的口感又跟其他不同 一般你吃山藥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比較鬆 然後比較軟 但是這種它是很有口感的 因為我們剛剛把那些山藥 是做成比較細粒細粒的 所以咬下去的時候 你還可以咬到那些碎粒的感覺 我覺得比一般的湯肉好吃很多 好了 再來我們要嘗嘗這碗山藥排骨湯 它用的山藥就是基隆山藥 哇 如果我閉上眼睛的話 我真的會覺得它是人生排骨湯 跟剛剛的湯也不同 這隻煮成湯其實會變得比較黏一點 因為它的黏性是比較高的 但是同時我覺得它是很Q的 哦 不錯 好 再來我們就嘗嘗另外一道菜 它就是一般的炒山藥 但你可以看到有兩種顏色 比較特別的就是這個白色 這個白色它就叫做白雪肉山藥 通常我們一般在這裡吃山藥的時候 大家都是吃這一款的 這種白雪肉山藥 它本身就是剛剛說的 那種比較鬆一點的 但是同時它的甜味也挺高的 如果要問我自己比較喜歡哪一款的話 我會覺得基隆山藥是真的比較特別的 因為它本身人生的味道和口感 不會令你覺得吃起來比較平淡 它的那種Q勁和它的黏性 會令你覺得吃起來是很有層次感的 如果你是山藥鐵粉 台灣鮮有的基隆山藥 你就一定要嘗嘗 黏性比其他種類都更加高 吃起來有糯米糞的口感 如果你會怕山藥的黏性 白雪肉山藥就非常適合你 它的口感幾乎跟薯仔一樣 而且熱量只有白飯的一半 最適合女生用來保持身材